此处荒郊野外 距离云端城有点距离 任何一个城战的玩家都没理由偶然路过 能寻到这个位置来 肯定都是和任务有关 而偏偏这个坑地里边只有这么一个NPC 大家的指向就极有可能是一样 因为平行世界里 有着双向任务这么一项设定 所以顾飞出现 树下望天已经知道 可能是要对上了 只不过系统是死的 人是活的 虽然系统让大家是敌人 但作为人类 咱还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 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树下望天就是本着这样的想法 所以亲自出来 接下来顾飞 不知道千里兄弟的任务内容是什么 因为那个 大家都知道的嘛 现在咱们被系统化成了敌对的双方 这个任务可能会有点冲突 我的意思 大家说出来 和平解决 不要动刀动枪嘛 树下望天说 可我已经动过来 顾飞叹息 那边树林子里藏的八个人是你们的吧 对对 是我们的 千里兄弟别放在心上 我也是通过他们八个得知你到了的 这不咱们早就恭候半天了 千里兄弟的实力咱还是很清楚的 咱不敢和你争什么 只是希望在不影响你任务的情况下 咱们的任务能够顺利进行 树下望天说 顾飞对午夜是没什么好感 他把这种情绪迁怒到每个和工作室有关的人身上 这就不大妥当了 毕竟这也是人家的一份功 未必每个人都像午夜那么筹谋算计 树下望天这番话 说的是相当的低声下气了 其实大家本都是出来玩游戏的 管你有钱没钱高手菜鸟会长还是成员 谁也没高谁一等 这人这么个态度 顾飞倒是真有些过意不去了 忙道 别这样的说 你的任务是什么 说出来大家一起参想参想 哦 千里兄弟过来这边 想必也是找这里的那个NPC吉尔基诺吧 树下望天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错 那你的任务是 就是找他 可能要我问点事 顾飞说 哦 树下望天长出了口气 这只是和NPC问话 我想我们的任务可能互相干涉不到 来来千里兄弟请 坑地里聚集了不少武装着的玩家 看来对方也是先礼后兵 如果和谈不成 那也不会轻易就放弃 顾飞当然也没怪他们这种态度 微微笑了笑 跟着树下望天一起下了坑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顾飞说 不瞒千里兄弟 任务说 这个吉尔吉诺 掌握着工程的关键所在 所以 我这行会上下 全跑过来伺候着 但现在 也没弄清楚到底该做些什么 树下望天 看起来有点垂头丧气 这游戏的任务总是这样 提示不明不白的 顾飞表示理解 哎呀 其实如果只是系统打雅谜 咱还可以慢慢研究 现在烦的是 我们这些说是战友的工程玩家呀 各行会都想自己多捞几分 任务方面也是明争暗斗 看到那些自己领不到的任务 做不了也不想让别人做作 纷纷暗中使坏 太卑鄙了 树下望天抱怨着 这种行为 顾飞的确也不怎么看得上 点了点头对树下望天道 那你可要当心了 对酒当哥的人可能就要到了 对酒当哥 哪家六级大行会 我靠 他们也干这种事啊 这还有理没理了 树下望天一脸要哭的表情 哎呀 顾飞也不知说什么好 这就是现实 残酷的现实 那还是千里兄弟 快把你任务弄了吧 别到时候连你也栽在这了 树下望天加快引路的速度 顾飞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此时他身前是人 身后是人 身左身右全是人 这树下望天陪着他一路走来 左到之处 他这些行会部下纷纷让道 但事实上 有这个必要吗 此时顾飞突然察觉异常 细下心来一看 大感不妙 这路让得太整齐了 与其说是让路 不如说是他们的人群 裂了一道缺口 把顾飞引入他们的包围 大意了 顾飞心中正叫着 这一圈玩家果然有了动静 最内一圈的赫然 全是重装战士 翻手一掏全是盾牌 而那树下望天 看到顾飞忽然不动 回过头来 依然是满面笑容 千里兄弟 你怎么不走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顾飞很平静 指了指身边这些明显算是包围的玩家们 实在抱歉 千里兄弟 要怪你只能怪系统 搞出了双向任务这种设计 据我所知 这双向任务是平行世界的重头戏 在设计之初 一大宗旨就是 绝对不会给予玩家 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没有第三种完成任务的可能 所以很抱歉 我不可能给你接触到 吉尔基诺的机会 树下望天侃侃而谈 脸上哪还有之前那第一三下四的模样 全是小人得志的嘴脸 你不想让我见 我就见不到了吗 顾飞说得平静 心里早就怒了 这树下望天儿 简直比午夜还要卑鄙 难道天下工作室都是这般黑 谁身这家伙对工作室深恶痛绝 看来不是没有道理啊 既然你不想让我见到 我怎么也得在你眼前狠狠见他一面不可 顾飞这下也是来劲了 对方排着阵势 他也看得明白 重装战士是不想自己冲出 掐出一片空地 法师直接炸进来 自己躲无可躲 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 瞬间一动 难道你这个白痴 没听说过我还有这个技能吗 顾飞想着 突然朝前冲了过去 树下望天儿 上在圈中 顾飞的眼皮底下 看到顾飞朝他冲来 这也不慌 淡淡一笑 能拿我这命换了千里兄弟你一死 我也值了 不过挺遗憾呢 千里兄弟 我听说成战时期 一旦玩家死亡 身上的任务就要被消除了 少了你这么一位竞争对手 我很欣慰 顾飞却也是朝他一笑 想让我死 可也没那么容易 眼看就要到树下望天儿身前的顾飞 却没有动手 突得伸手朝另一边一指 一个瞬间一动的吟唱 顾飞的人突然闪到了圈外 面前正是那吉尔基诺所在的帐篷 随便对了个话 了解一下这段任务 如果能引发他们的任务失败 那再爽不过 过了能砍多少是多少 这正是顾飞心中所打的算盘 出了圈子几步 就已经跨入帐篷 张了嘴就要和吉尔基诺对话 哪知 进了帐篷方言一瞅 哪有吉尔基诺的影子 怎么回事 人呢 顾飞心下意惊 回头再看帐篷外面 人早已经赶到 用膝盖响也知道 帐篷已经被包围了 这是故意的 是圈套 那家伙早知道吉尔基诺不在这帐篷里 有意放了一个破绽给自己 让自己瞬间一动 闯入了这帐篷 而现在顾飞才是真正中了对方的套 而他的瞬间一动 此时却也被消耗掉 再有那样的包围 可就没办法用瞬间一动脱身了 顾飞此刻方知 对方的算计比他料想的还要深一些 跟着就听到 吃拉一声 仿佛编析法一般 整个帐篷忽然被人抽了去 顾飞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四周依然是重装战士挺着盾牌 后排依然可见法师举起的法杖 遗憾的是 这次顾飞没有了瞬间一动 千里兄弟慢走不送 顾飞听到了树下望天的喊声 对方的法师在此时已经引出了法术 火焰瞬间就可以凝结而成 顾飞可不想就这么呆呆等死 无论如何也总要事上一事 他快步朝前冲出 直朝着那一圈重装战士冲了去 这圈重装战士鬼吼了一声 表达了他们誓死 也要把顾飞拖在圈中的决心 但顾飞却根本没想着要他们死 几步冲到一名战士面前 一脚蹬到他推在向前的盾牌之上 真好 举得真稳 顾飞心下赞叹着 与此同时 双手倒住着暗夜流光剑 硬是捅到了那战士肩上 我顶 那战士觉得 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 反倒更加挺直了腰板 于是顾飞这两膀用力撑 两只脚同时发力 那剑捅得又伸了几分 顾飞的人竟然借着力量直飞了起来 那战士愣在当场 不及反应 顾飞扬起的一脚 已经踩到他脑门上 跟着一步跨出 就这么从人脑袋上飞了过去 我靠 所有人目瞪口呆 法师们的火焰在此时生腾起来 顾飞却已经刚好踩着这战士的脑门 离开了圈子 大家这惊叉呢 顾飞却挺泪流满面的 力量不足啊 这不只是手上没力 腿上力量也不足 拔不住地 像百事经轮 脚踩墙就能飞上房去 而顾飞早期也想这样上房的 上一半就不行了 就是因为力量不够 眼下这当劲 如果是百事经轮 踩着盾牌就能上来 哪像顾飞啊 还要借剑插入肩膀 借力这么残忍 这飞上一个人的脑袋也还不够 顾飞索性 直接踩着人潮飞跑出去 这就极考验人的平衡性了 这点顾飞倒是很优势 加上速度又够 一路跑出去 就听着玩家在他脚底下大叫 又伸了手往脑袋上想把他抓下来的 却都抓了个空 顾飞跑得快着呢 那树下望天设了这么个套 自己自然是不必亲身上前了 此时正在圈外悠闲地等着顾飞的死讯 哪知就看到顾飞踩着人头跑了出来了 这算个什么说法呀 是技能吗 树下望天也茫然了一下 随即看到顾飞跑得那么潇洒 脚底下那帮垫脚石一个个竟都一筹莫展大怒道 都干什么吃的快散开 众人受到提示 连忙四散 顾飞趁着乱劲又踩了几个 眼看接下来大家都不配合 继续踩是不成了 于是瞅了个方向跳下 刚一落地 凝身挥剑火焰扬了两圈 白光出现得极其自然 顾飞方才听到了树下望天的声音 可是啊那会儿正专心踩脑袋 也无暇寻他 此时人多杂乱 一时间也不好判断 只能狠狠地先放过了他 大步朝着坑地外飞奔着 这顾飞一跑起来 那基本就没人拦得住了 想要劫道的 人多就直接捂着双眼闪秒过去 人少了脚下步伐一错 对方只觉眼前人影哗哗 顾飞早绕他身后 至于身后追兵 把那些速度不如顾飞地除掉 但就盗贼和攻守类 那也没几个了 对方的盗贼大部分 在圈外搞前行警戒工作呢 顾飞这沿着坡爬上 这些家伙还想过来前行偷袭 顾飞能不知道他们的所在吗 一箭出去 秒的就剩一个了 最后那家伙站那发愣 被顾飞绕到身后 一脚给踹趴了下去 刘月这会儿还爬在树林里呢 看着顾飞和对方和谐地聊天 然后又被和谐地请下了坑地 正摸不着头脑 他又不敢接近了去看 正这儿猜亚迷呢 这忽然之间就见顾飞又跑了上来 一箭就秒掉了四个刺客 一脚又踹下去一个 跟着就反身大步跑来 这是怎么了 刘月纳闷呢 顾飞已经跑出一截 跟着就见那坑地里脑袋 一个接一个地冒了上来 一大堆子人追在顾飞的身后 差距啊 刘月感慨万分 这阵是现在自己看看 都觉得有点脚软了 千里一醉 这真不是一般人 是不是回去通知他那些朋友 过来住一下镇呢 刘月看到顾飞一人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产生了极度的好感 这不就是单人独闯天下的至高境界吗 虽然现在是在跑 但这是游戏嘛 一个人怎么说也打不了这么多人 刘月也是深知此理 所以配备着提速这样的技能徽章 也是为将来自己挑起血雨腥风后 跑路来用 这片刻间 顾飞已经冲进了林子 刘月一直傻愣愣地看着他 顾飞如何不知啊 进了林子立刻朝他吼了一声 还看等死呢 啊 哦 刘月一看那大部队涌了过来 反应过来 连忙也起身跟着顾飞飞一般地逃离了 论跑步 刘月的速度倒和顾飞相差无几 几步已经冰了过来 问道 怎么了 被阴了 顾飞一说 谁阴谁 刘月问 顾飞意味深长地看了刘月一眼 这小子什么意思 自己像是喜欢阴别人的家伙吗 两人跑了一会儿 刘月回头看了看 站住了脚步 他们没追了 是吗 顾飞回头一看 果然没人了 于是立刻拿出水果吃着 一边问刘月 你们行会的人什么时候到 快了吧 是集结过来的 所以慢了些 集结过来的意思就是队伍配备整齐一起出发 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因为职业都有 战士牧师这些人一拖速度走的就比较慢了 哦 那我得抓紧呢 顾飞说 抓紧什么 等你们的人都来了 我还找谁去啊 顾飞说 什么意思 刘月还没明白 顾飞这法力已经补充完整了 卖步又朝回走 去哪儿 刘月不解 找他们去 顾飞说 你 你要干嘛 砍人 刘月张大了嘴 愣了半赏 顾飞早已经走出去 树米 酷啊 刘月终于吐出来这么一句 快步追了上去 顾飞没二话 出了林子 最快速度杀来 对方坑边又有刺客 没主动找上顾飞 却是顾飞主动找上他们了 只要望着顾飞 那顾飞有察觉不了的吗 左一箭 右一箭 一个一个 砍下了形 跑位走动 刺客追成一团 顾飞突然反身 双眼闪拳秒 刘月泪流满面 这是PK吗 这根本就是打怪呢吗 刺客被轻了十来个 顾飞站到了坑边 坑里好些个玩家 这时候还混乱着呢 我回来了 顾飞大叫 捂着剑冲了下去 刘月也跟到了坑地边 看着坑下一窝人 心中好犹豫 他也想这样冲下去 但是 自己冲下去 还伤得来吗 刘月正背枪呢 突然 腰间一痛 连忙折身跑位 身后出现了两个刺客 刘月大怒 老子很好欺负 立刻拔了刀子 一跌 两个刺客 还没解决掉呢 突然黑色人影一到 顾飞已经回来了 朝他一吼 还玩呢 等死啊 说完脉步就跑 刘月 刘月歪头一看 追兵 又是追兵 一片人马又从坑里涌上来了 刘月哪敢怠慢 一拍徽章提速就跑 瞬间把顾飞就甩了 我靠 这么快 你小子有前置 顾飞在后面喊 刘月哪有这么从容 但是真怕跑慢了就被对方给淹了 回头看看 发现顾飞竟然一边跑 一边把身后追来那些追踪使 拿剑打掉 刘月真是佩服到不行了 这一进树林 对方又不追了 顾飞又吃水果 老大 你怎么这么厉害 刘月有拜师的冲动 功夫真才是料的 顾飞随手甩出一个香蕉皮 不偏不倚 正挂到数米外 一只枯枝上 像一顶小黄帽 走了 顾飞不好法力 又要出发了 你 真的准备把他们全杀干净 刘月说 尽量吧 希望你们行会的人 尽可能地慢来 顾飞说